就是跟著 分中成敗一起這樣 其實他前幾年他就有跟我說 就是回來台灣的時候可以跟著他一起練嘛 那前面幾年我是還有學業的問題 就是回來的時候到時候去讀學分 所以就沒有時間跟你一起練 我沒有電流棚欸 我就只有傳接球而已 對啊 我其實今年動作有點跑掉 其實我覺得休息 應該是讓頭腦方面的休息吧 身體其實 如果你越休越久 你相對的你要花越多的時間去把他感覺什麼體力方面都找回來 我們就是有套球限制嘛 就像你一局如果丟35顆 就一定要下來了 就不管戰況怎麼樣 你35顆倒人就要下來了 那像我的熱身就比較快 就我可能只要丟幾顆球就可以上場看戰況 然後就可能如果都很順的話 你可能就每兩局三局就起來 稍微伸展一下 然後就把雙力已經拉一下這樣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 告訴自己已經熱了 我覺得哪一方比較好用 告訴自己熱了比較好用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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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